要说豪车中谁最实在,那么还当初一下这两款,狂降40万跌至20多万,更是堪称暴跌王,现在入手非常划算,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宝马X1,作为宝马旗下紧缩SUV的顶梁柱,这款车的销量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 同级别的GLA,奥迪Q3都不如这款车,而且现在价格方面一跌再跌,简直不给同级别车型留活路啊 至大价28万8千9到34万9千9,约会能够达到7万,老车现在22万就能够拿下 在价格方面可以说是已经跌至谷底,但是这个版本就是用来低价吸引消费者的 1.5T三缸机,谁买谁后悔,还不如考虑它316,900的版本,约会后的价格是25万7,搭载了2.0T7档10双离合 马力能够达到204,后排只需7.9秒,动力方面的表现非常强劲,也是非常适合家用的 开场还达到了4米616,轴距2米802,后备箱容积达到了1700升,空间方面的表现非常的宽敞 底盘方面还藏了强有独立显价,车里还搭载武器囊,它还显示10.7英寸中共屏,10.25英寸夜景一表 都是能够给到你不错的行车体验,现在价格方便一跌再跌,入手这款车也确实很划算 对此你怎么看呢?第二款奔驰EQC,从这款车为奔驰暴跌王都不为过 因为在之前它定价高达62万,现在一路跌至20多万就能够拿下 这样的优惠力度那是真的大,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款车续航只有400多公里左右 也是只能满足你上下半代步,出去爬长途完全会存在旅程焦虑的问题 不过这款车也是有这款车的优点,首先外观方面少大的奔驰车标镶嵌其中 这就是它为什么以利不倒的主要原因,而且差量达到了4米774,着几了2米873 空间方面的表现也是相当的宽敞,但你的配置还非常的丰富 现在价格方面也是一路暴跌,入手相当划算 对此你怎么看呢?你像这两款豪华SUV降级下来真的是太狠了 你更喜欢哪一款呢?好了,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,拜拜